第116集 他放不下星宴,也不想他有一丁点损伤,必须让他这一日顺利离觉。 他找出一寸相思藏入乡底,回到榻上仰作昏迷。 香龙刚搬上车,他已经趁着四周芒乱滑断铜扣,挑种时机溜出来,滚入了竹楼与地面的隔层。 他听见马的喷鼻声,听见左倾慈在与长老对答,听见那象哭哭啼啼地寻他。 被秦晨斥责后不敢说话随对而行,却难以一路啜泣。 索云洛静静地等待,直到一切声音消失,四周变得异常安静,所有人离他而去,未有地台冰冷的湿气营绕, 仿佛陷陷入了一个永恒的墓穴。 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确定他已出了最后一重关卡, 苏云洛在那厢房中寻了一身旧医患上,用口哨引来盘旋在附近的灰损。 他轻柔地摸索温暖的羽毛,忽而一阵臂,随鸟飞起来,发出一声欢快的鸣叫。 去柴洞的路上,他小心翼翼垂着头,利用花木垫脚避人耳目,不声无息地摸了过去。 该做的事,他早已反复摸想过千百次。 看准风向,他直接放了一把火,拆动远处的草坡燃起来,衍生出大量烟气, 引起外层的守卫动荡起来,呼叫着奔过来灭火。 借着烟雾的笼罩,他又点了数处火头。 烟雾越来越浓,寻少和中层的人也开始骚动。 风将烟送向柴洞,最内层的守卫开始呛壳,纷纷向着火的方向张望。 盈盈绰绰的烟,让一切形影模糊难辨,居然让他欺进了内层。 一名守卫突然发现不对,刚咬吆喝,被他一击重击,打碎了喉骨,拎在手中扑入了柴洞。 附近的守卫只见烟中似有黑影掠过,位级定睛又已消失,不由地归为了错觉。 洞中心腻的雾气漫上,苏云洛扔下死去的守卫,将冰凉的雀鞋珠掀在唇边。 云西竖转,确定了无恙,这才晃亮了火车。 柴洞极暗,前方一条漆黑而漫长的通道,火光照出了稀薄的毒雾,也照出了身处无数蛇虫。 越往里去越是可步,成千上万爬满了洞壁及地面,如辱而动,令人毛发道送。 这样的场面,比他所经历的所有更可怕,几乎令人丧失一切勇气。 冷汗烫满了他的脊背,拿火车的手颤抖起来,他扑得一声吹泄了火光。 苏云落站了许久,直到狂跳的心逐渐平稳,他终于镇定下来。 一横行,将守卫的衣服四为布条裹住腿脚,包住头颈,又取下对方的腰刀,再度晃亮了火车。 通道长得似乎没有尽头,他强迫自己往前走,一段兴起扑鼻,那一踏一步就有滋机的声响,滑溜溜的不知踩中了什么。 他不敢低头,不敢挥手,凝视的冷汗尽了一身,无感在黑暗中空前敏锐,时不时有蛇被踩中,暴起誓咬,尽被妖刀劈裂。 分不清到底走了多久,汗流得几乎虚脱,苏云落眼前终于出现了一个天然的石穴。 这一方裂开的石细,方圆数十丈,四面山壁峭丽,旁乌旁落,犹如被巨灵凿开的深井。 从顶部灌下的山风格外凌厉,吹得肌肤阵阵声寒。 光无的曼草丛生,唯有正中一处地面,落露出了赤红色的泥土,长着一株奇特的草。 那草通体漆黑如墨,仅生着一片稍大的叶子,看起来细弱孤灵。 然而四周散落着鸟雀与虫枝的残骨,触目惊心,不知夺取了多少生灵的性命,正是他要寻的西兰星叶。 苏云洛扯下蒙在头上的果布,纳住情绪一步步走近。 刚踏入星叶三尺之内,忽然一道金光立于地而出。 他以妖刀一拦,撞出呛然一响。 金光迸射至地上,换为一只金色小蛇盘离而起,随时预备再吸。 这只金蛇显然是与星叶半生,个头比阿兰朵身边的小,大约还未成年,力上的血液也仅有一半。 饶势如此,动作一人灵动非常,猝不及房下,苏云洛险些吃了亏。 金光借连工具,他心下暗静,这蛇虽然细,力量着实不小。 昭月的野铁之术不精,击翻下来,妖刀已经陷了缺口。 他抖出一朵刀花,逼得金蛇一退,闪电般一复一掠。 一条银丝横空而斩,将蛇已圣圣脚断。 金蛇一阵颤抖,发出了最后一声尖笑。 神殿中的翅膀心怀鬼胎,正等着长老将中原人一行屠杀劫掠而归。 剑壁上宽阔的镜环一以胜辉,环身的宝石血色欲滴。 阿兰多已在他怀中,不精心地听侍从禀报,拆动外起火一试。 细盈盈的浩腕搭至王佐夫手上。 金蛇全在他葱白的小臂上,懒懒地打盹。 默然间蹦出一声愤怒至极的肩鸣。 蛇手俱张,血液速速震动。 生死共 黑夜红落,天下制毒。 此刻在苏云落的眼中,却是最可心的物件。 他松了一口气,屈膝跪下来,从怀中取出了一枚小小的玉瓶, 拔下了发上的木簪,将叶片挽入瓶中。 他按紧了木塞,用软辣密密实实地封了瓶口, 以呼哨引下灰笋,将玉瓶牢牢地系在灰笋的足上。 灰笋振一而起,沿着石壁盘旋而上, 斜着希望飞得越来越高,隐没于天空之中。 他盘坐下来,默默地调膝了一阵, 扯起雀鞋珠,瞥见婉丝之后,看了半上, 随后将珠子重新地擒回唇边, 转身走入了漆黑的涌道。 或许是武器上染着金蛇的血, 蛇虫悚然蠕动着逃开,根本不敢靠近。 腥臭而黑长的通道渐渐地退去, 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光点, 随着行进逐渐扩大, 他在洞前停了一会儿, 扯下了腿足上的护部, 将散落的长发竖紧, 直到眼睛已适应光线, 才踏了出去。 洞外已数不清有多少锋锐的毛尖和利剑映着日光, 森罗如震, 映得视野一片花白。 圣蛇是一种十分奇异的生灵, 它天生强悍, 少有天敌, 唯独繁育极难。 幼年为雄, 成年为雌, 在交配产卵后, 雌蛇就会死去, 卵也仅得一枚, 埋在圣草下孵化成长。 雄蛇在由教主带出训养, 代代如此相传, 血衣神教的真是可想而知。 这种蛇互相之间皆有感应, 一线意态, 阿兰朵便立即知道是菜洞中的幼蛇出了事, 惊怒非同小可。 历史与赤拔召集了长老与奴卫而来, 正要换出圣蛇开道查探, 里面却走出来了一个人。 菜洞中年独物弥漫, 除了祭司与教主, 从来没有人能完好无恙地出来。 这一情景太过罕见, 所有的人都惊住了, 鸦雀无声地望着冉冉成现的身影。 那是一个如春雪凝成的美人, 在日影下宛如一道光, 眉眼深锈, 鼻尖如玉, 疏益于昭月和中原。 他漠然地仰起了手, 一线荧光疏闪, 最前排的长矛, 齐刷刷地从中间断尾两截。 人群轰然惊骇, 剑带着笑声离弦, 如急雨轻落而下, 而他却像是一只轻盈的飞鹊, 在剑雨中纵略穿梭, 瞬间人已在七八丈之外, 是把一剑变之厉害, 瞳孔收缩, 吩咐了阿兰朵一句, 自己迅速地跃上去缠斗。 他一出手, 剑雨立直, 飞鹊的去世也被扼住了, 无论如何的闪掠, 却始终也冲不破他的拳风。 阿兰朵放出了圣蛇, 同时发出号令, 奴魏们迅速地变动了阵型, 将交手的两人秘密扎扎地围了起来。 一个赤拔已是汉勇无伦, 再加上圣蛇, 对方转瞬就拘于了烈士, 在急雨般的攻略下摇摇欲坠。 赤拔虽占了上风, 可仍然在暗里心惊, 他第一次碰上了这样厉害的女人, 武器更是无形无际, 犀利诡异, 全不是昭月的露术。 在树招之后, 禁不住怒吓道, 你究竟是谁? 赎河入窍, 受何人指使? 女人没有应答, 飞舞的银丝发出轻笑, 在人与蛇的攻击下, 艰险地腾挪转臂。 忽然, 人群外一个清朗的声音高喊道, 我知道他是何人指使, 请赤拔大人稍息。 所有人闻声望去, 只见外围的缓坡上, 一个清俊男子长身而立, 正是已出教的左倾慈。 阿兰朵错愕不已, 赤拔更为镇压, 这人在预料中应该已经葬身较外, 却突然地出现在了此地, 简直是匪夷所思, 他不由自主地全风一缓, 而左倾慈却在同一瞬扬声力斥道。 苏云诺, 过来! 苏云诺的脑子也混沌了, 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做梦, 可依然本能地听从呼唤, 抓住了一刹那的间隙, 冲破了风阻, 朝着眼中的那个人直掠而去, 快得连金蛇都来不及追袭。 风从耳边掠过, 就像是心头喷涌而出的情感。 他以为此生再不会相见, 就此阴阳永隔, 以为他是生命中的一段短暂交错, 在孤寂时偶得的安慰, 以为他仅是在他葬身山林 被重歇已至吞没时 最后的一点回想。 他从来不曾想过, 他竟会在这样的时刻出现在这里。